拜訪銀行 尋找客戶 還要一邊打電話 四處聯絡 他是黃申員 目前擔任財稅顧問的工作 一天就要跑 將近20家銀行 帶著一疊重要文件 穿梭在各大銀行中 便利超商 就是臨時辦公室 整理思緒和筆記 累了就趴下 小蜜一下 補充體力 準備好繼續上路 但辛苦工作的同時 他也努力的思考著 接下來的人生方向 我們也是業績制 所以我們每個月業績都歸零 所以縱使我這個月 拜訪了400個客戶 下個月還是從頭來一次 縱使我這個月收入很好 下個月還是重新計算 就沒辦法累積 那你就要一直跑 一直跑 我會想說找一個 你花時間之後 你可以累積出結果的東西 台中一中畢業 後來還在美國拿下器官學士 雙學位的他 甚至還被美國大學 直接嚴覽在當地工作 學經歷令人呈現 不過回台灣後 除了擔任財稅顧問 後來也開始勇敢嘗試創業 希望遇見更好的自己 雖然家人剛開始都很反對 爸媽反對是滿激烈的 我爸他是台商 他還從大陸打電話回來罵我媽 對 那一直到我跟我爸溝通說 我做這件事情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是為了照顧他們陪他們 那慢慢就可以了解 不過爸媽看著他一路成長 兩年內就成為直系直銷商 還上台接受表揚 演講談談自己的創業故事 和一路上的心路歷程 夥伴們佩服的是他勇敢放下自己 突破自我的勇氣 他之前就是從名校回來 甚至他之前有在大公司實習過 可是他自己很清楚知道 他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他不想被其他人眼光綁住 因為他之前從國外讀書回來 那他的老闆就想要把他的公司交給他 可是他後來發現有一個不錯的創業模式 那於是經過他思考之後 他可能就是選擇 不要去接那個他老闆要給他的這個事業 而選擇新的這個創業這一塊 然後一直努力到現在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想要能夠控制我的生活 包括我的時間 包括我的行程安排 包括當我想要陪家人的時候 我不用問別人 我不用經過別人的許可 希望未來時間自由 財富自由 可以好好規劃自己的生涯 和家庭生活 王勝元創業認真 年紀輕輕才27歲 勇敢嘗試 勇敢築夢 Trial Cry他選擇突破 要跨步邁出不一樣的未來 案例新聞 廖一芬 楊敬 台北報導